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孙 今天我们来到了尔湾最有名的woodbridge小区 今天来看这套77年建的老房子 虽然这套房子稍微装修了一下 但是它还是保存了这种77年房子的户型的格局 楼梯面对着大门 我们注重风水的朋友们 一看到这个应该觉得这套房子不行 但是在美国大部分的这种户型 如果有楼梯的话 楼梯一般来讲都会是冲着大门的 进大门左手是楼下的唯一一个卧室 这套房子是四个卧室 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 而且是楼下的唯一的一个 可以当一个客房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房间呢 当成一个书房或者办公室比较合适 因为这两个双开的玻璃门 如果里面住人的话 我觉得要挂一个窗帘啊什么的 但是这个房间做成书房 我觉得会非常非常的棒 客房的对面就是客厅 挑高的天滑板感觉非常的宽敞 客厅角落里的窗户和家大门面对的方向呢 是一条比较忙碌的一条街 上午下午像现在中午 尤其是上午上班的时候 还有下午学生放学的时候 会稍微的比较吵啊 来往的车辆会很多 大家看一下这个餐厅 恨不得把它关到一个房间里 那边有一个巨大的双开门 是通往厨房的 如果要改造这套房子的话呢 现在很多人以往会把这面墙拆掉 然后这个楼梯呢 就让它全空在中间 这边就感觉更宽敞一点 更开放 从餐厅的双开门出来 就到了我们的厨房 这个厨房感觉 它就是换了一个台子 这些柜子都没有 更新过 还是以前的这种设计 我个人觉得还蛮好看的 每次来看这种老房子 都会很羡慕厨房的这个 这么多的窗户啊 新房子这边厨房的窗户 还是比较有限的 这种老房子 特别大的玻璃 洗完洗菜的时候 可以看到外面绿色的植物啊 还有自己家的后院 我个人觉得是很棒的 厨房的边上是另外一个客厅 如果我住这儿的话呢 我应该会把正式的餐厅搬到这边来 然后呢 现在餐厅的位置 我可能会改成一个娱乐的一个空间 放一个桌球台啊 平方球台什么的 这就是我个人会 我刚才这么想的 怎么利用这个空间 因为我觉得这里再放一个客厅吧 用处不太大 这个地方一进门那么大个客厅 为什么偏要坐在这个角落里来 可能我没有这种需求 但是如果我住这儿的话 我肯定会这么样利用到这个空间 厨房和小客厅之间 就是通向我们后院的玻璃门了 我个人很喜欢这个后院 非常多的绿色的植物 而且呢 后面还有一个可以休息的一个小地方 这片草还是面积还是不小的 这里有一个坐的地方 然后车库是在这里 我们一会去看一下 这道房子的车库呢 是外置的 和房子不是连起来的 比较普通的一个车库 那边非常的暗 那边是很多的储藏的柜子 还有一个小工作台 这边也可以放一些 杂七杂八的东西 非常普通的一个车库 没什么好看的 从车库走出来 这边就是通向我们后面的一个小门 给大家看一下 这道房子后面是什么样子的 这条街上的房子呢 停车应该是 我觉得应该是最大的一个 头疼的地方 因为它房子前面 那条路上根本停不了车 只能停到后面 后面 大家刚才看到 这后面呢 停车的位置也比较有限 只有在房子的左侧 我们这么看着房子的左侧呢 有三个公共的车位 如果家里有聚会啊 人很多的话 这边停车还是比较麻烦的 看完后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的客厅边上是什么 我记得我在昨天的视频里说过 像这种老的房子很少有内置专门一个洗衣房的啊 这套和昨天看的那套年龄是一样的 都是七七年的房子啊 我记得 反正都是七十年代三四十年前的房子 五十年前啊 七十年代 五十年前的房子 这个就有一个专门的洗衣房啊 不在车扣里面的洗衣房 所以呢 每天都会看到新的东西 西房的对面 洗衣柜 我不是很懂这种 在这种地方为什么要放一个衣柜啊 你把它改成一个储藏室 我还理解 如果在加州有很明显的冬天啊 会下雪的话 我会理解这种衣柜 因为可以挂一些棉袄啊 外套啊 放些靴子什么的 但是像我们在加州一年四季 一年只有两个季节 夏天和春天 或者夏天和秋天啊 这种我个人觉得没什么必要 一般来讲 大家都会把它放一些什么托把呀 一些清理清洁的一些东西 洗衣房隔壁是我们楼下唯一一个卫生间啊 里面有一个淋浴 没什么好看的 我们就不浪费时间了 一楼差不多就这样了 我们现在回到一进门楼梯这里 现在上二楼看一看 楼上明显比楼下暗啊 我们先看一下上楼左手的第一个房间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卫生间 我刚才都没看到 小卫生间 隔壁 这是我们楼上的第一个次卧 下午采光还可以 面积呢还行 这是一个双人床 感觉没有什么位置可以摆一个书桌啊 位置还是有限的 像这种老房子里面这个房间的面积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小 我们看一下窗外 这个就是我刚才在楼下说的这一条 比较忙碌的这一条街啊 现在是下午一点半 来回来去的车辆还是蛮多的 从楼上的第一个房间出来 右手是我们的楼梯 再往里走呢 这个双开门的就是我们的主卧了 我们先看一下主卧右侧的楼上的第二个次卧 第二个次卧的面积感觉比刚才那个房间稍微小一点 而且窗户也没有那么多啊 只有一个往这个房子侧面看的窗户 但是下午采光还是挺好的 那么最后我们来到了这条房子的主卧啊 非常经典的双开门啊 像这种老房子主卧进出的门一般都是双开门 既然面积还是不错的 摆了一张巨大的双人床 很多的窗户窗外可以看到自己家的后院啊 这个比看邻居家好很多 这个主卧唯一不好的一点呢就是卫生间的镜子 是面对着床的啊 这里呢我觉得如果我住的话 我肯定会在这里挂一个窗帘啊 或者挂一个什么东西 把挡住这个镜子和床之间的这个视线啊 要不然一风水不好 二起床感觉很别扭 一起来就看到自己啊 像这种老房子的卫生间啊 尤其是在主卧一般来讲都没有门的啊 分的不是很清楚 该分清楚的地方它不分的很清楚 不该分清楚的地方它分的清清楚楚的 那么最后来到了报价的环节 这套房子呢一共是四个卧室 三个卫生间啊 室内面积是2213尺 现在的要价是153万美元 好的那我们这期的视频到此就结束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可以考虑点个赞或者关注一下 有什么建议请在评论区里留言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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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